这个是输出我们的结果 这个是输出公式 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 不过效率其实未来会差蛮多的 清除的话可以用Range去清除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要去动手写一下 慢慢的话 我不会向前面慢慢一行一行key 但是可能你们要慢慢熟悉 因为后面的程式会又要 就是从这个基础往上叠上去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插入一个函数 那这边要使用者定义 前面讲过了 我们会需要两个东西 这个你要写出来 所以尽量回去的话 不是说复制贴上就没事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 并且把这一套也能够放在你工作里面 以后呢 你也能够写出你自己工作里面的字体函数 这个我想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而且是一个目标 你如果能够这样做 我想你VBA应该没有白学了 不要说你学完这东西 最后你连制定习材数都不会 当然就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第一个月考案数我们的需求 按确定之后 它会跳出月考123 那我就给月考123 那它会什么呢 自动帮我把结果return过来 不过呢 它是84.4 它的格式不会变 特别注意哦 方选 就是函数不能够改变它的格式 除非你用自定格式化条件 这样上礼拜提过了 所以如果已经被改了 它就自动改 但如果没有 那你也不能改 OK 那底下的话向下填满 就完成第一个 这个是自定月考函数 但是这个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选三次月考的成绩 这样好像很慢 对不对 所以比较快的方法怎么样呢 我把它清除掉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尽量把它改成叫月考范围函数 这个我觉得比较OK 因为如果你的月考数量比较多的话 一刷一下 刷过来呢 你会发现哦 它会把一个范围转变成一个阵列 其实很多同学问说 VBA里面什么叫阵列 其实就是一个大刮户 里面放一个变数里面 放很多个资料 那我们当然将来呢 也可以用切割的 比如过来之后呢 它里面是给我一个阵列 但是我可以自己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呢 也许可以把这个先丢给一个A 那A1之1有没有 这个就是第一个资料 1之2的话呢 那就是第二个资料 1之3就是第三个资料 一直在推 OK 那目前当然因为只有一列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列号都一样 不过未来如果说你有向下一列 那就2 3 2 然后3 前面是代表列号 后面呢代表它的栏 那这个指的是它你目前选的这个范围跟工作表那上面的那个栏跟列无关 那怎么做 1一样 我们切到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第一个月卡函数 那所以呢 月卡函数第一个呢 我们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 记得 这边有一个方选 那我们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那记得用方选 OK 这个地方 Sub是按钮 所以特别注意 Sub你就想到按钮 那如果制定函数 请你用方选 千万不要选错了 那名称的话呢 我叫月卡函数 所以月卡函数输入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它会帮我产生哪些部分呢 大概就长这样子 月卡函数 那因为我需要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月卡123 所以你就把月卡123填上去 那这个名称的话 是你自己填的 至于未来 这个名称用英文用中文都没有关系 它就会显示在哪里呢 会显示在我们的那个 前面的月卡123 这个名称跟那个刮虎里面名称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要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丢到那个月卡函数本身 所以月卡函数一定是写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把最后计算的结果 帮我把它return回去 那问题是 它如果给你三个成绩 1 2 3 可是你的比重在哪里呢 你的比重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用range的方式 抓到这个资料 跟月卡123 有没有 它相乘之后相加 其实有点像刚刚的公式一样 所以基本上做完的结果 来看一下 基本上长这样 我就是直接怎么样 先把月卡函数这个名称 先放在前面 所以基本上我是复制过来 等于什么呢 月卡1乘上range的D11 这个有点像刚刚那个方法 直接抓那个位置 加上什么月卡2乘上E11 加上月卡3乘上F11 那再把最后相乘的结果 丢给月卡函数 这样我们就完成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我想跟前面做的差不多 只是说你要熟练 那这个是第一个月卡函数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月卡范围函数 范围函数 那当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做修改 月卡月三 把这个改成一个就好了 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呢再来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一样是怎么样 放在这前面 所以做法SOP都一样 等于后面的东西 可是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你可以拿这个来改OK 这个东西 只是说呢 你的月卡原来是月卡123 那目前月卡范围 它月卡123是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你要切开来 那怎么切 我前面好像有特别强调 一你可以先把这个东西 用一个A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你如果不叫A的话 你可以取其他名称 先丢给A 它就会接到 那A里面有三个资料 那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A先列 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就会抓到月卡一了 有没有 那月卡二的话呢 就是A的第一列的第二栏 意思是一推 那月卡三的话呢 就是A的一之三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斗点三后瓜糊 用这个方式呢 来取得一二三 那这会未来如果你很多个的话 反正就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往下就OK了 就是横向的选起来就OK 那这好处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让使用者 一直选一直选 不然的话 串一起其实很累 那做完之后的好处就是说 你就直接插入函数 月卡范围按确定 然后呢 直接刷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会直接把结果 帮你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我们要 谢谢大家